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各位微信正教 所有刑事同修 即当下台湾 两千三百五十八万人民 阿弥陀佛 今天是庚子年六月二十日 是我们维心正教 谨尊天法子 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 为世界庚子年天温 杀神 他的法会 我们在现活室深谈 今天我们所要开示的 就要先从追根溯源开始 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不幸 要从追根溯源 从中华民族 他五千年前的着陆逐战 皇帝 元帝 以翠游帝 的战争 这战争是起于 粮食的问题 民生问题 所以发动了 动化民族五千年来地场战争 将在着陆之战 所节下的恩怨情仇 到现在来 已经有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 这么多 而且也分化出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朱祖灵 而不是百家姓 是万家姓 这是悲哀的人生 悲哀的中华民族 地球那么大 中华民族就有发生这么多的战争 让我追溯 到地球 那么大 世界构国 到现在 合计起来 196个国家 这个恩怨情仇 不断地在构地发生 在过去 在过去的发生问题 是从人类 有形的人类 所引起的各种战争 那么 来到庚子年的当下 上天的旨意 给人类的警告 而以天温 大神 来警告众生 要有爱 那么人类以 这个俱进天温的战争 是非常可怕 皇不胜皇 所以才有 现在世界各国 每日 都有这么多的 死亡人士 当然人会死亡 延伸而起在地球上 延进了 就要放下这个渠口 回去了 但是 庚子年的天温 不是这么单纯 都是明阳两界 在争着有形和无形的地球 在这里修行 若是人类 不知道 还情忏悔 把达爱的心拿出来 那 遥遥无奇的 人类和空界的战争 和温损的战争 所以 大慈大悲 王产老祖的慈悲 他本着 满血 天下太平 在台湾 成立了维新圣教 消灾化解 以宗教的修行法仪 同根 拔除 这个人的妄恋 拔除人的 无知 所以王产老祖 在庚子年的当下 在天喊 深喊 消灾化解 解怨事解 的法会法仪 而且 而且由 维新圣教 所成立的 范辈学院 元宋院长 带领的 所有 宋经法师 以及 所有维新 贤士 同修 大家努力 公众一部 金宝 威古先师 天德经 指引 明阳两届 回家的一条路 就是南天净土 所以昨天 开示了 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万化生成 一化开天 就是我们的灵性 的觉性 那么今天 我们要为各位 来阐述 为什么人 有这么多的战争 都起于 贪 所升起的 人类若是不自觉 还有 更多更多的 灾难会来 若是人类 自此当下 能够自觉 的话 现在我们开始 渐渐地会平稳下来了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 及各位 死亡善知识 维新圣教的天命 是本着为国修道 为人类来祈福 而修 成立的宗教 要解焉 世杰 一条路 只有从宗教 修行 修口 和养灵 这样的 才能够 彻底地解决 解冤世杰 那么今天 深谈 已经第二天了 我们 这个疫情 的数量 我们就请 黄辉荣组长 来报告 大家好 这是台湾的病 有没有成功 苗一生 师父 院长 执行长 大家 我今天来报告 昨天的疫情 今天是8月9日 是我们生坛的第二天 那昨天是8月8日 是我们生坛第一天 国际疫情人数来到了1936万 昨天新增的人数有56万7千多人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生坛第一天的人数都会冲得很高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年跟子年所有的法会 我们以时间索的方式来 来配合我们法会来做一个技术 那我们 在2020年的1月1日 也就是我们当天在林口大体馆举行第14坛的技术大典 那那一天是为 启动危机小组 来应应这个疫情的爆发 那我们1月7日的话 是为正式命名为新冠病毒 俗称武汉肺炎 那1月11日 大陆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 那11月13日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泰国出现了第一个病例 那1月14日 也就是几亥年12月20日 我们在八卦圣城举办天宫出巡 神教绕境的活动 连续三天 那我们1月20日 这个病毒确认已经是可以人传人 那当天包括北京 上海 深圳南韩 也都宣布首例的病例出现 那1月21日 台湾出现首例武汉肺炎病例 1月23日 武汉宣布封城 暂停所有的交通工具 1月24日 国内开始管制口罩出口 那1月30日 我们征用全国的口罩工厂 及一般医用口罩及外科手术口罩 那2月2日 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正月9日 我们在天坛 我们来各分寺道场 请回我们的天空出巡圣座 回各分寺道场 护佑和静平安 那2月6日 也就是正月13日 我们台湾祖师圣诞 当天是我们深寒第一天 一共是36天的法会 那2月8日 正月15日 是师父亲书活字莫保 让各分寺道场及教室请回 各教室供养 那2月15号 是法会的第10天 台湾已经出现连续第5天的零确诊 但是台湾也出现 第1个死亡案例 3月7号是法会的第37天 师父一早在天坛开市以后 带着台湾平安水陆大灾 法会灵魂 前往九龙柱 以及东部北回归县 嘉义水上乡 来招请三界万人 全程一共跑了32个小时 全部行驶了 975公里 那3月9号 就是法会第33天 大陆东北一带出现了 这个海产的产品 导致A型肝炎的爆发 那3月12日 也就是法会第36天 我们法会圆满日 那法会期间我们一共新增了38例 总共有24例是境外 14例是本土病例 那3月19日 我们继继续升坛于天坛这边八天的法会 来补足我们的金宝 3月26日 就是我们的农历3月3日是北极悬天上帝圣诞 那国内新增了17例 有15例是境外一路 两例是本土案例 那我们总共完成了金宝 有480万部天德金 那当天我们的风水雷电四大天皇 分别正所于 坤士道场 在午时安坐 那3月27号 新活市 节界 正式封山 那封山时间是农历3月4号到5月15日 当天也宣布我们水陆法会延期 至5月29日至6月6日举行 那再来是3月31日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中心宣布 室内社交距离在1.5公尺 室外1公尺 那无法达到时需要戴口罩或使用隔板 那4月1日 所有的大型运输工具都必须戴口罩才能上车 国道社会站也开始实施量体温 以及戴口罩才能进入 那4月8号也是我们庚子年3月16号 武汉76天的封城 开始解封 这时候疫情已经开始舒缓了 那4月17号就是庚子年的25号 我们在坤士道场举行庚子年 公祝王禅老祖圣诞祝寿法夷 那当天我们在天坛社半仙酒宴祝寿 公祉八仙共转天下太平法轮 那4月18日我们庚子年的3月26日 我们在总本山举办王禅老祖祝寿法夷 当天脚子567万部天德金 那再来是4月26日我们庚子年的4月4日 国内连续出现14天的无本土病例出现 我们也在三宝市举办金融出土奉安保诸法会 那再来是我们的国立5月5日 庚子年4月13日 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危等地 在一夜出现闪电14万次的景象 那吓坏很多人 那在6月1日我们庚子年的4月10号 那天起我们搭火车台铁都已经开放 可以在车上做饮食 那6月8号 由于国内已经达到4个潜伏期 是无本土病例的案例 所以当天起已经开始解封 那6月17号正式解除封山的动作 那7月19号是我们庚子年5月29日 我们举办了水陆大法会 那以上是以时间索的方式来回顾 今天的报告到此 谢谢各位 从刚才的报告 可以了解到人世间的恩恋情仇 要能够消灾法节 一定要先从解冤事节 前面是这么多的恐怖不安 背后所隐藏的因果律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今天 王导老祖老祖开示 我们要追根作源 佛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心最重要 所以我们在天坛 公宋租经 由原宗院长带领的法师 来诵经 来回项 以及 我们稍有为心闲事 在全国过地 在家修行 公宋 经保 到目前 已经有 2260多万部 距离2580万部 还有一段距离 我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努力 来 共同祈祷 天灾勇息 天恩勇息 至于 我们这个法会的坛城 所供奉的 香花果串 还精宝 经营财博 奉化文书 教旨 祈求 玉皇大帝 大慈大悲 赦罪 地球195个国家 人类 免于 这个灾殃 以免 再发生更多更多的人间浩劫 这是我们 大家所求 祈愿 农天护法保昌生 化解干戈西战争 意愿人心相疼爱 同祈世界永和平 何况 台湾祖师 攻占 皇陈老祖 战绩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 太平 当下此时 鬼谷子 已经 出来了 各位的爱心 都出来了 我相信 天下会 太平 祝福各位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兜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预对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路途之中 一步一脚印 全体维心闲事同修 同心同德 第一阶段 台湾的天温 武汉会员 天温已经永息 现在接着地球196个国家 处在最巅峰的疫情状态之下 身为王谭老祖的文下地主 修行 这正是我们所有维心闲事 华会大众们 发落大悲心 大爱心 慈悲心的时候 现在华船已经进行到轰浪 在旋转的漩涡 已经要突破高峰期 转向平静的华海 王谭老祖随便开示我们维心地址 大家一定要以精宝 来供养 作为解冤事解 明阳两届 同观照的 法义 所以在本坛的祈福法会 天温永息 消灾化绝的法会在天坛 我们谨遵着王谭老祖 慈悲的开示 是供养香 供养花 还有旁边 供养196座的水晶莲花 借着太阳能的能量 它就自动地在转 将各位所送的经 这个功德 花是代表当下地球世界 大地充满的花喜的世界 那么做水晶灯 是养葬着太阳能的能量 转化我们所有维心贤士同修 所送的经 归古贤士天的经 及维心圣教33经 到今天 已经达到2260万部的功德 而且我们在天坛 由维心圣教 幻辟学院院长袁松禅师 所带领的法师 送经法师 配合所有维心贤士 在家修行 分布在台湾 这部法船 所以 这个法仪 是非常神圣 而且又庄严 我们这个水晶莲花灯 一直在助转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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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宜 每天的法师 一定要自转 公转 过49圈 共念济文 这三个 佛老唯一 就能够达到 消灾化解 解缘 世解的功德力 我们很感恩 教主 王产老祖的慈悲 以及开天 九大菩萨们 的慈悲 共同 来转这个 消灾化解的 大法轮 老祖师 开示我们 要达到 台湾平安 完全的平安 世界同时平安 务必要有 2358万部的 金宝功德 来转吃 作为资粮 作为力量 那么今天 已经 2260万部 还差了一截 我在这里 恳请 所有维心贤士同修 继续努力的 为世界的和平 天文永息 天灾永息 大家来诵经 老祖室 老祖师 还能够 用这个 精宝的功德力 来转化 来消灾化绝 来作为 解缘事结 的功德本 我们 每天 三餐的供养 还不够 我希望 每一餐 熟桌 都供养三桌 内外 喝起来 都供养六桌 还以 这个 这个 书桌 来供养 196个国家 的天文 煞神 作为解缘事结 消灾化解 酒 24 杯 不够 还要再加一倍 绕两圈 再加一倍 这样的话 明天 我们就开始 启动 我们务必要 达到 明养两届 尤其 阴届 苏安法届 三届万零 天文 炸神 来时机 去时宝 到最后 7月1日的时候 我们在 蒙山殊死 一起在供养 祈愿 农天 护法 宝藏 争 化解 明养两界的干戈 习战争 意愿 明养两界的人心 相疼爱 同期 天文永息 世界 真和平 以为 大家的众愿啊 祝福各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今时 庚主年 武汉会员 天温永息 天灾永息 消灾化会 已经进入 第三天 第五谈了 这四谈之内 老祖师都开示 我们吃五饭 这个残疾啊 究竟是什么样吃五饭呢 到昨天 下午圆满 回到台中道场 老祖师尊开示 大家诵经 两千两百六十万部的经 经把我来回降 这个何字 何字 这个何字 我还没写完 一万一万六千张 到昨天 只剩 三百六十部 表示 这何 一边是到 中 中国 这边是靠 中国 靠 合起来四位合 这是最烦恼的 这个疫情 灾情之后 地球人类所发生的 就是这个何 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 一旦发生 人就没有办法和平相处 开始会争 开始会斗 这老祖师尊 还是要我 每位同修 你公送一千部的 就送一张 这个表备好的 盒子 而且是真机莫宝 不是用复制的 所以到昨天 已经 一万六千多张 我们的 诵经的 部室 是两千两百六十万部 还距离台湾人口 两千三百五十万部 还差了九十万部 所以我 请各位同修 各位法师 助持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世界和平出进会 我们还有 十天的时间 务必把 两千三百五十万部 台湾人口数 把它补完 我们供养 我们供养 法界 灵魂界 最上胜的 饮食 就是精宝 来时居 去时宝 从这里 可以证明到 我们要祈求 天文永息 祈求 领养两界 消灾化节 务必 要解缘事节 解缘事节 务必 要与 精宝 来回降 因令 当下武汉 会员 的国际性 灾疫 灾情 老祖师 开示 一部经 就是 鬼谷前世 天头经 的功德 来回降 所以 我在这里 在今天 勉励各位同兄 大家继续的 努力 务必 达到 老祖所开示 给我们的 标准 回顾 从 6月19日 宣潭以后 的疫情 地球196个国家 那么 大的 疫情 来势汹汹 所以 这个疫情 我说到 昨天 开始要降下来了 那么 实际情形 我们就请 辉荣 重新 再 重述 我们6月19日 到昨天 这个疫情的数量 师傅 院长 我来报告一下 最近 这 世界的 全球的疫情 那今天 是我们 8月10日 就 农历的 6月21日 是我们 深谈的 第三天 那在 前天呢 我们 我们的 武汉 肺炎疫情 算是在 持续 升温当中 那截至 昨天 8月9日晚间 全球的 确诊人数 已经直逼 2000万人 那不少国家 已经进入 第二波的 疫情高峰期 那 截至前天 8月8号 我们升坦的 第一天 全球疫情 人数来到的 1936万人 人之多 那在那一天 新增了 56万7千多人 又打破之前 水陆法会 远满日的 32万8千人 变成是第一高峰 那第三高峰的 疫情是落在 我们7月20日 是我们天机坛 第一天的 北极坛 那当天的 新增人数 有30万5千多人 那所以我们全部的 从那一天 北极坛到今天 总共是21天 那我们的平均 确诊人数 是落在 26万5千多人 那昨天是 8月9日 我们升坦的 第二天 全球疫情人数 来到 1962万人 那我们新增了 25万9千多人 所以疫情 已经算是 有平稳下来 跟我们的平均数 是26万5千多人 已经再少了一点点 那因为这些数据 有地理位置的 时差关系 以及更新点的问题 所以统计中心 会出现少许的误诈 但它不会影响 实际确诊人数 那我们台湾 从4月13日起 到今天 已经连续120天 是零本土案例 那从数据看来 本土的疫情 是有蠢动的余力 但基本上 还算是很平稳的 那我相信 只要我们的金保 大家努力送金 达到2,350万部 全球的疫情 很快就可以看出 显速的成效来 那今天的报告到此 谢谢各位 各位维京闲事同修 大家加油 平安是大家的 台湾平安 好过年 这一句名言 老祖孙孙 在去年 就已经 开示的 藏着天机 所以在 从去年 吉亥年 到现在来 我们维新圣教 本着 为国修道 为全人类 来祈福 所以 我要求 维新圣教 幻辟学院 元宗院长 带领的 幻辟法师 和我们的所有 维新闲事同修 大家 同心同德 在家修行 有那个心 最重要 就能够 消灾化解 这也是给我们 来世间 修行 体验人生 所以 老祖孙孙 给我们的启示 很多很多 唯愿 我们 这个 天机坛 所行 所做的一切 功德天 都回向给各位 你们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 回向给 各位的 燕青寨祖 十万法界 三界万灵 更回向给 台湾全人民 大家都能够 心安 都能够共享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的 法轮 和灯塔 在 当下 我们 昨天 和前天 恭送 混连 修身 宝道 绝经 这个是 开示 我们 这个 维新圣教的 法源 就从 开天 有九大菩萨 一起来 互着 王坦老祖 一起 共转 这个法轮 那 也相对是 互持着 维新 圣教的 维新 弟子 有缘的 弟子们 你们的修行 能够 满怨 这 即是 大家的 共夺天 那 我希望 各位 维新 弟子们 本着 为国修道 为人类来 祈福 大家 继续的 努力 诵经 以求 天下 太平 台湾平安 世界 真和平 希望 今天 明天 后天 确行 就开始 能 稳定的 下来 这是 我们 消灾化解的 最大 工作天 祝福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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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ien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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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